本土难地今天没有 经过一入六例 没有死亡的个案 相隔七天本土疫情再加临 不过中秋廉价 民众出游潮明显增加 因此陈世中呼吁 9月20号之后 二级警戒应该会延长 但如果疫情没恶化 才会再考虑松绑措施 有一些大型的聚会的场所 有一些游戏业者 也都在反映 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这些我们都持续在讨论中 另外还有好消息是 国际航空案 也就是日前有三名机师 连续确诊Delta 以及幼儿园群聚染疫 也是Delta的事件 都有望在这两天 正式告一段落 当然都是阴性 那也没有新增的个案 所以这个案子 就算是告一段落 幼儿园的案子 检验中大概是100例 那也是监测到明天 那如果这些检测都是阴性 那也可以予以结案 至于疫苗施打方面 公布新进度 第九轮和第十轮 都将提供BNT和高端 其中高端因应地方政府的要求 提前到9月27号开打 而第十轮疫苗接种 预估在10月3号开放 高端则是以打第二剂为主 登记意愿的是91万 所以这个人数 也算是比例算蛮高的 所以目前还没有再往下 开放的一个计划 如果疫苗进货顺利 指揮中心也说不排除 要在第十轮扩大施打对象 也就是50到64岁族群都有机会 希望尽快提升接种率 防堵疫情 火雨新闻 叶秉杰 黄韵竹台北报道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 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竞合 台湾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8点58分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